三千猪肚要烧得好 其实最考验猪肚的品质 如果说猪肚的腥味重 一盘菜就废了 那今天康康呢 就教大家在家里面 怎么样把这盘的三千猪肚 烧得美味绝伦 我们首先选用一点变蛋 变蛋呢 其实它的做法呢 跟我们的皮蛋差不多 它只不过是把鸭蛋换做了鸡蛋 然后呢 取用一点春天非常时令的蝉豆瓣 还有一点春笋 第一步先把猪肚取出来 切成条 像这种质感的猪肚 我们在家里面 如果说从深的到时候的 你光清洗就要清洗一个多小时 在煮到这个程度的情况下呢 还要一个多小时 没有两三个小时 一定是完不成的 今天的这款猪肚 我们在家里面操作起来 简直是太方便了 免洗免去腥免调味 我们拿回去了之后呢 只需要把它做一个简单的签配 不管你是做冷菜还是炖汤 还是做热炒 都十分的方便 接下来呢 我们在锅中少放点油 先把毒笋来进行一个煸炒 能够让它去除一点色味 那略微的煸炒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的把变蛋 放到锅中 微微的煸炒一下 迅速的放入我们今天的主角猪肚 将这几样的食材 轻轻的搅拌一下 煸炒一下 炒出香味了之后 马上注入适量的开水 正间这个汤汁呢 就会变得浓白 说明呢 这款的猪肚的品质非常的优秀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没有放过任何的去腥产品 葱 姜 料酒都没有放 为什么 因为这款的猪肚已经去过心了 没有任何的异味 直接的加上锅盖 用中小火先蒙烧个3到4分钟 煎开锅盖 剥好的残豆瓣放在里面 再加上锅盖 蒙个2分钟就可以了 那给猪肚子呢 我们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来进行一个调味 盐呢不用太多 因为猪肚呢 本来有一点点的底味 同时呢 我们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不是为了取心 而是为了增香 稍微的搅拌均匀一下 我们的三鲜猪肚 出锅了 如果说你喜欢我做的这道菜 就麻烦你转发给你 更多喜欢做菜的朋友吧